继2012年、2013年两届中国人渣排行榜在网络大热后 2014年的人渣排行榜刚刚出炉 就受到了外界广泛关注 人们迫不及待地查看又有哪些新人渣容登榜单 哪些老人渣榨品依旧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2014年由中国大陆网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中国人渣 以及他们惊人的扎言扎语 与前两届人渣排行榜比较一致的是 今年的人渣前10名依旧是中共贪官占主要地位 榜首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拿下 扎言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清廉 而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则排名第三 扎言是干干净净做事 清清白白做人是党员干部为人处事的底线 此前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和原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分别夺得2012年的人渣榜冠军 和2013年的人渣榜亚军 由于有过多的网民选举贪官 人渣榜评委会指出 由于评选的是中国人渣排行榜 不是中国贪官排行榜 而且每年只评选100只人渣 如果把中共贪官都收进去 100后面加多少个零都是不够的 没有被揭露老百姓也不太清楚 但是已经被揭露出来的这些人呢 大家都看错了他们的嘴脸了 所以就把他们排在了榜首 其实现在在台上的好多人啊 也是和他们是一样的 甚至比许才厚啊 另一句话 还有贪腐 网友们发现 今年人渣榜上 专家、教授、文棍特别多 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贡献人数最多 例如排名第四的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 排名16的社科院学者房宁 排名第19的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明 此外还有排名28的中科院院是合作修等等 众专家教授上榜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反对普世价值 有人鼓吹阶级斗争 有人处张人质打压法治 有人支持义胎化制度 也有人声称爱国必须爱党等等 人渣榜评委会指出 除了中国大陆 人渣榜也顺利收到了好几只香港人渣 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香港的著名三级片导演王晶 于是王晶就这样荣登了人渣榜第14名 他的扎言是 百年来反政府活动多由学生打头阵 学生领袖带上光环就自我催眠是救世主 王晶想通过巴结权力来开拓大陆的市场 颠倒了市非 我觉得基本上香港人对战众性质上认识的都很清楚的 就是有意义的话 也只对表达的方式有意义 在2014年 人渣集体排行榜上 共选出了18家机构和单位 其中前五名分别是 环球时报 央视 社科院 辽宁日报编辑部 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其余13家集体人渣 也大多是官方的宣传机构 在诸多媒体中 中共央视成为人渣榜评委会重点关照的对象 并也用了网友精辟的评价称 中共领导人喜欢到央视找女情人 领导的老婆也没闲着 干脆到央视找面手 用头子抹粉 但是央视跟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央视现在不仅仅 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名义为敌 而且央视的蓝蓝领语 都转入到的一些腐败案件 评委会指出 除了新上榜的人渣以外 还有邓亚平、王小时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歌 教育部部长袁贵人等许多老人渣 依然在各自的行业和领域 继续为党国出谋划策 鞠躬尽瘁者 任渣榜总结 2014年是极不平反的一年 可谓是风起云涌 扎起扎落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扎换旧扎